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希希老师 又到了我们的快打系列了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 同学可以一次的 用非常短的时间 就把你呢 平常背过的单字 容易混淆的片语 一次分个清楚 那我们今天呢 要跟同学来介绍的 叫做是什么单字呢 来看到的是include 这个字 那么这个字呢 它可以延伸出很多其他不同的用法 那么都是跟include 这个字的词类变化有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例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the rent 讲到租金 租金呢 18000块 per month 那per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的意思 代表every 每个月18000块 the water bill 那加上呢 水费的账单 都是含在里头的 那四个选项都叫做是包含 到底要选哪一个包含 是动词呢 还是加ed的 还是加ing的 还是选到形容词的inclusive 好所以也是一样 用中文的意思去看 都一样 要怎么样来分辨呢 看文法 那文法上面要怎么使用 我们来看到的是 一个观念上面的理清 好那同学先来看看这个部分 叫做include这个字 如果你加上ing的话呢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现在分词 现在分词是表示主动的 所以这个字呢 是来自于集物动词的包含 表主动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我 它包含什么东西 所以后面给一个名词 来当做是寿词 给名词当寿词 但是如果是included 这个被动的过去分词 那么你就反而要把名词加在前面 到底就意思指的是 是什么东西被包含在其中 是这个东西被包含在其中 所以这个ed你要多翻一个中文的被 被怎么样的意思 包含什么 你用ing 什么东西被包含 那你加上ed 好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inclusive 这个是形容词的 包含什么什么在内的 inclusive的后面 被多一个off 所以这个很清楚 就是inclusive的用法 算是里面的 非常非常的 就是跟前面两者不一样的 有多加一个off 你再加上名词 动名词 好 那同学说 刚才有四个选项 怎么这里只有三个规则 原来有一个动词原型的include 有一个动词原型的include 这个我们没有讲到include 是一个集物动词 那么呢 所以你的后面如果有挖洞的话 我们就加上一个名词 碰到动作加上ing 好 那同学就会说 那我们就跟下面 这个是一样的啊 它也是加名词 加动名词啊 那我怎么分 好 那同学很简单 如果说include 你要这样使用的话 表示它已经放在句子里头 当动词了 动词在前面 去主词 动词在前面是主词 那如果你去把它加ing的话 表示它不是在句子里头 当动词 它是当分词来使用 好 那就表示说我前面有一个完整句 那个句子是独立的 好 那我后面等于说 加上一个分词构句 好 这样子而已 那么下面的这个句子 这个片语的一个使用也是一样 这个都是前面都有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都有一个完整的句子了 而且很多时候甚至都有打上逗号 都有打上逗号 所以它的一个用法上面应该跟include 这个外形上面 外观上面长得是非常的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直接看题目 你就会更加清楚知道说 希希老师讲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到下面刚才的这个题目说 租金是多少八千元 有打逗号哦 前面的句子已经结束了哦 所以你不要选动词出来 那这里应该说是包含水费账单 这种是主动顺的这样的一个讲法 包含什么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是这个表主动的话 我们就加上ing 所以这一答案要选c 因为你如果选到b选项加ed的 我们会翻成被动的意思 所以你不会说被包含水费账单 好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第二题 many people are invited to the party 很多人都被邀请去参加这个派对 包含我在其中 前面的句子已经结束掉了 所以你这时候不用再来一个动词了 人家句子都已经讲完了 你不用再补一个动词进来 后面呢 你反而可以加上一个分词 好那同学是包含还是被包含呢 我们当然选到的是包含我 也被邀请在其中 答案选到的是第三个c选项 那我们如果想选b选项的话 它是会把名词放前面的 它会变成是me included 我也被包含进去 这样子 好再来看到的是第三题 i have to send them some documents 我必须要寄一些的文件给他们 a cover letter cover letter就是我们在申请工作的时候 然后要寄出的叫求职性 那这些的文件当中 求职性也怎么样 被包含在其中 那前面的句子已经答个逗号 结束掉了 所以你不要去选动词 好那名词是在前面的 名词在前面的 那你要选到的是被动 什么东西被包含在里面 这题答案你选到的是第二个b选项 好再来看到的是第四题 i have revised the project 我已经怎么样呢 改写了 好改写了这个方案了 of the conclusion 好包含呢 conclusion 结论我都已经改写好了 好那同学来看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注意到前面的句子已经结束啊 有没有看到空格后面有一个off 我们这四个选项只有一个会去加off 那个就是形容词的inclusive 所以这个inclusive的用法 其实是最容易分辨的inclusive of something inclusive of something 只有它会加上off 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五题 说can you send me the registration form 好那么呢你可不可以把你的什么呢 这个申请的一个表格 你就说报名的表格 registration form 报名的表格你可不可以寄给我呢 好那还要包含什么东西 你的费用payment 你的费用也一起寄给我 好那同学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 前面的句子已经结束 不要再选到动词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选一个分词 那这个是名词在后面的 请你选主动 去加上名词东名词 答案选C选项 这一题不能够选租 因为你要选inclusive 它后面要先多了一个and off 才能够加上名词 对不对 好再来我们看第六题 does the room rate breakfast 他说这个房间的rate rate 真的是价格的意思 房间的价格 那么怎么样早餐呢 四个字都是包含 那你注意看这个句子 跟我们刚才看的都不太一样 我们刚才看的都是完整句 然后打一个逗号 空格挖在逗号的后面 对不对 然后可能有加名词 好那我们这个题目呢 你看空格的前面是没有逗号的 所以这个句子啊 在空格之前是还没有结束的 它只有讲到房间费用而已 然后后面呢 早餐是一个寿词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反而要选到的是一个动词 而不是选分词 不是选ing 不是选pp的分词 我们要选到的是一个动词 那接在does的后面 does叫助动词 助动词的后面 我们加的是原型动词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你选到的是A选项 选到的是A选项 好那么呢 我们其实在这个快打系列当中 都有很多很多的题目 要一题一题的 帮大家做解析 然后利用非常简单的口诀 那么厘清大家的观念 那如果同学对于这个 我们的快打系列非常喜欢的话 你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联华文教快打系列 那希希老师呢 会带给大家更多更多大家喜爱的一个单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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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